欢迎收看华视与众不同 我是孙宏月 人才荒已是全球开发国家面临的国安问题 因为少子化加上科技与数位人才不足 全球都在积极地吸引跟留住国外人才 否则绝对无法补足未来科技时代的能力缺口 新加坡地下人少 没有天然资源 能成为先进开发国家的主要原因 就是因为他们当初推动了一个叫金鱼的顶尖人才计划 向全球人才市场敞开大门 给予优渥的待遇 吸引他们到新加坡长期工作 最终移民成为新加坡人 这些金鱼同时也会培育当地的小鱼 慢慢地也会让他们变成金鱼 这就是新加坡的国际人才政策 新加坡总理李显荣 最近在国庆演说中 能不断强调 新加坡将推动更多的新国际人才措施 来吸引财与留财 台湾行政院去年推出国外专业人才的延览 与雇佣办法 期望在2030年吸引10万个国外专业人才 包括在居留 租税 退休社会保障等都放宽规定 这绝对是好的开始 但在外国人眼里 可能能不足以击中他们的甜蜜点 有一个英国保莱德猎头集团的台湾区 执行业务主管叫做艾伦·麦克沃尔 替各大企业在台湾招聘高阶人才 已经长达8年的经验 他在数位媒体发表了 他这些年来看到台湾吸引国际人才所面临的重要挑战 结合台湾相关个案研究 我整理出三个议题 是需要克服的 第一 台湾薪资水平不具竞争力 也缺乏成长性 做相同的工作 今天你可能在新加坡 上海 首尔 东京等亚太区城市 都可以取得两倍以上的收入 虽然台湾民生物价被控制在低点 但把房价考虑进来 低薪就会是吸引跟留住国际级人才的知名商 第二 台湾很少被选为跨国企业的区域中心 大多是被定位成很局限的特定事业单位 导致人才的职业发展受限 也自然吸引不到顶尖的国际人才 他们认为这跟政府的行政效率 跟提供外资经济优因不足有关 德州仪器决定在新加坡设厂的 50天就可以在新加坡开始生产 任何一家企业只要走进新加坡 经济发展取得办公室 可以当场完成公司设立并住下厂房 此外只要符合新加坡国家发展需求的投资 不但免客公司税长达15年 同时对于出口产品可以减税 甚至免税甚至补助 这值得台湾政府可以参考的方向 再来 最让国际人才感受到挫折的 就是台湾本土企业的组织文化 包括上对下的管理风格 官大学问大 不良也不直接的内部沟通 低工资 高工时的环境 节省成本更胜于变革与创新的管理思维 还有老旧的工作流程与方式 此外 台湾家族企业所有城权跟经营权高度重叠 重用自己人 而不是专业经理人的加成文化 也是造成国际人才却步的主要原因 所以 艾伦 麦克沃尔每次问到台湾最优秀的人选 你宁愿为台湾企业工作还是外商 95%会选择外商 值得一提的是 新加坡在1987年就规定 全国学校以英文为第一语言 华文为第二语言 虽然引起不少争议 却也展现出与西方已开发国家全面接轨的决心 在2000年 新加坡外国员工占整体劳工的比例高达三分之一 排名全球第一 台湾目前推动双语教学 期望在2030年打造成为双语国家 是很好的开始 关于缓解科技人才荒 麦肯锡雇工公司对雇主提出了五点建议 第一 要调整招募的管道跟方法 例如主动到软体原始码代管平台Github 搜寻人才 而不是被动地使用人力银行守株待兔 二 要请技术团队加入招聘过程 吸引科技人才加入 因为高手能吸引高手 不能只依靠人事部门或者是猎头公司 第三 要用AI来辅助招募与征选 因为这些科技人才会根据企业所使用的科技成熟度 来判断他们未来是否有更大的发展舞台 第四 要加人力资源用在建立内部小而美的核心技术团队 将所事跟其他职务外包出去 让科技人才可以发挥最佳的生产力 最后 要用AI人才评鉴挑出多元背景 且有潜力的非理工生 搭配自动化机器学习的平台 让不会写程式的人文生也能培养成科技人才 另外值得留意的是 企业在使用AI人才评鉴也要非常留意 AI是否会创造歧视或者是不公平的问题 谢谢收看 今天的与众不同